这是我第三个年来的 非常棒 大家应该来至少一次 自2008年以来 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 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 得到了越来越多画家和观众的认同 从第一届我们就意识到了 其实很多参赛的画家 他把我们的比赛和其他的比赛同等对待 但是他参与进来之后 他知道我们推崇的宣扬的方向 确实和任何一个其他的比赛是完全不同的 借助新唐人媒体集团这个国际平台 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 为东西方有幸恢复传统美术的画家 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 这个技巧也是我们古人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所以还是一定要做一种技巧 不知道说新唐人电子栏这个油画大赛这么严格 一宣布讲我们连右选都没有上 那我很压抑 一些平时委员他们给我一些建议的技法 结果第二季我就找他的方法试试看 结果那个效果真的不错 来自台湾的杨翠华女士说 这个比赛改变了他的艺术之路 后来是因为参加了这次油画大赛 我看到自己很多方面的不足 比如技巧的问题 比如就是还有很多示威我要突破 很多的观念我还去改 那我才有办法知道我将来要怎么走 现在社会也有一种现象 把技巧当于目的 就像一个人开车一样 一个很好的车 有很好的技术 但是你不知道开到哪里去 你也可以开到一个很好的目标 也可以开到一个很不好的目标去 所以呢这个利用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表现战 表现正 表现善 表现美 表现光 这样你的作品它才有价值 它是非常美丽的画面 在这些组织的 组织的 还是困难和困难的 是一样的 它仍然有美丽和一切 我认为它是非常美丽 所以我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类织的画面 那些艺术有很多关系 但我当然感受到 这个古代的画面 我认为他们发展了 这些年纪多年 为了一个原因 藝術就是做着鲜明的一个镜子 你的染片 你的思想境界 有多高 它都翻映在作片里头 所以我们说这个作品呢 作片如染片 就在这里 所以人正好的艺术家 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 2 3 开 就是我们最后展览会有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里边我们安排的一些活动 他的画家如果能参与进来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借助带领参观著名博物馆 交流创作经验 现场模特素描 以及与评委讨论创作等活动 参赛画家们对今后的艺术创作 有了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呢 正好为他们打起了一个平台 这些艺术家走在一起 共同切磋 怎么样能够提高 怎么能够做好 怎么能够在人类外面当中 起到一个的作用 自20世纪以来 由于现代艺术的冲击 坚持传统的艺术家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低调 因为我可以感觉到 他们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平台 因为他们虽然有很好的才能 非常高超的技巧 很多人是没有地方 表现他们的才能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由于热爱传统艺术的义务工作者 给予巨大的补偿的付出 才使得我们的油画比赛越办越好 现在的人 现在的比赛的单位 已经没有真正纯粹 为了写实人物油画而办的比赛 经过这一届一届的比赛 好多画家来到这儿 了解到我们的使命 所以他非常地敬重我们 非常地佩服我们 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给他们一个平台 我非常感到这种竞争 因为现在这种艺术 已经死亡了 所以我们都需要一起工作 来恢复这个世界 这个油画大赛非常有意义 因为他宣扬的是这种 纯真纯善纯美 我作为一个参赛的作者 我觉得就是说是心里非常地高兴 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我觉得是画人物画 是最有最深刻的 任何画画里面还是人物画 道德与艺术曾经密不可分 像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些大师 他们的经典作品 在承传了500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以其永恒的深邃与美 打动着我们 我们期待着您 无论在天涯海角 大家一起来恢复 这璀璨的传统美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